我們這次要做的實驗是奈倫六六的製備 那麼記得做這個實驗的目的去理 我們要由奈倫的製備來了解 聚合反應 這次我們會用到的材料有 丙銅 適量 吉二錫濾鎮極碗溶液 5毫升 吉二鞍輕氧化鈉溶液 5毫升 以及水適量 材料有 燒杯 2個 涼筒 2個 滴管 2隻 撥棒 1隻 鑷子 1隻 酒精燈 1個 以及火柴 將A 沿著邊緣倒入B 以鑷子慢慢拉起介面的薄膜 沈繞在玻璃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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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水 接著用滴管吸取適量的水 清洗耐仑66 再將耐倫66用餅銅清洗 再放置風乾 輕拉耐倫66測試耐倫66的韌性 會發現不容易拉斷 取耐倫66纖維一端放在酒精燈上燃燒 觀察燃燒後呈現的形狀 發現耐倫66的末端會減曲成小球狀 並摸摸看有什麼味道 發現會有胺臭味的氣體產生 注意事項 脊二C氯會有腐蝕性 會產生刺激性酸物 故實驗過程需穿戴手套及口罩進行 也要有良好的通風設備 脊二C氯的正極碗溶液 比重小於脊二氨的氫氧化那溶液 因此要將比重小的脊二C氯 沿著碑岩輕輕倒入比重較大的脊二氨溶液 這樣在界面才會得到良好的薄末 否則將會生成大量混濁物 並無薄末形成 既然大家已經看完了耐倫66實驗的整個過程 我們現在要來更深入的檢討它 我們要從結構式來看它是怎麼個聚合法 我們先來看脊二C氯的結構式 這裡有一堆一個碳一個氯一個氯 這整個就是一個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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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整個就是一個氯 然後它有兩個氯一起稱為二C氯 然後又有六個氯一直叫做脊二C氯 然後這裡是兩個氯一個氯 整個就是一個氨 這裡又有兩個氯 一起叫做二氯 這裡有六個氯 一起叫做脊二氯 他們脊二C氯和脊二氯結合的時候 需要脫去一個氯一個氯化氫 他們兩個才可以結合 他們脫去氯化氫之後就長這個樣子 之後其餘旁邊全都一樣 但是這整個反應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可逆反應 我們為了不要讓它進行氯反應 我們要在脊二氯 我們要把脊二氯融入氫氧化鈉溶液裡面 因為當氫氧化鈉與氯化氫結合的時候 會產生氯化鈉加上水 變成氯化鈉之後 它就不會再進行氯反應了 再來我們還要注意一點的就是 脊二氯氯不許與水融合 會當氫氯水 就是脊二氯氯 然後當它加上水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物質 這個物質會有比較強的腐蝕性 然後而且它的反應速率是比較慢的 所以解二氯氯不許以水融當溶劑 因此解二氯氯要零正極管當溶劑 這就是整個反應的過程 謝謝你的收看 吃默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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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